将两人的神情收入眼中 别说是楚清禾了 即便是一旁的王与焉 心中都不禁多了几分叹息 丐帮自成立之时 便利益让天下再无乞丐 数百年来 一直都以忠义为帮中要旨 若是丐帮真的被大元国 利用成为侵入大宋国的刀 以后丐帮还有和颜面在天下立足 即便是以后大元国的人 如约将利用完的丐帮弟子 全部放回来 到时候丐帮的清誉不在 甚至于还会落得一个 让江湖所不齿的名声 对于丐帮的影响可想而知 沉吟了两酒之后 乔丰看向楚清禾道 丐帮现在的困境 真的难以解决了吗 只是 乔丰这话刚刚落下 不等楚清禾回应 一旁的红旗公便叹了口气道 此次大元国高手清朝而出 三大天人静高手齐聚大宋国 目的便是北少林和丐帮 不过 不同于北少林底蕴身后 丐帮现在最强的两人 不过就老叫花子和乔帮主 两个大宗师敬的舞者 对于大元国而言 丐帮可谓是雷弱不堪 自然是可任意拿捏 甚至于北少林的事情即便失利 大元国未能将北少林覆灭 但却只需要震慑 或和北少林达成了协议 到时候 大元国依然可以利用我 丐帮马他大宋 对于丐帮 大元国此次可谓是势在必行 仅凭老叫花子和乔帮主 回天法力呀 说着 烧庭之后 红七公看着楚清禾道 除非 赵公子愿意帮丐帮渡过这一个坎 虽然红七公也不清楚 之前楚清禾和八十八 以及那赵敏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能够引得赵敏和八十八这般忌惮 甚至从头到尾 都不敢对楚清禾做什么 就已经表现出楚清禾的不凡 面对大元国这来势汹汹 他们两人没有办法 但不代表楚清禾做不到 见此 楚清禾轻轻笑了笑 随后拿起桌上的酒杯徐徐道 红帮主既然想要让在下出手 但红帮主也清楚 天底下永远没有免费的午餐吧 听着楚清禾这话 红七公眼中金光一闪 随后沉声道 不知赵公子想要什么 楚清禾声音轻缓 且又带着几分如沐春风的感觉到 红帮主觉得 在下会看得上什么呢 文言 红七公思索了片刻后说道 赵公子难道也对丐帮有兴趣 面对红七公所言 楚清禾开口道 姑且算是吧 这话出口 别说乔峰和红七公了 即便是旁边的水母音机 以及连星吉女 都是面带恶然地看着楚清禾 而在楚清禾身旁的水母音机 仿佛是想到了什么 眼睛漠然一亮 这边 在沉思了片刻后 红七公开口询问道 大元国想要丐帮 是为了马他大送 不知道赵公子 又是因何缘由 对丐帮这样一堆 又穷又臭叫花子 凑起来的帮派有兴趣 楚清禾缓声道 以红前辈的聪明 想要猜到在下的目的 想来不难 红七公眼睛轻眯问道 管兆公子和几位姑娘的口音 像是大明国的人 难不成公子属于大明皇室 楚清禾想了想后点头道 严格来说 在下也算是有这样一层身份 对于楚清禾这一个说法 水母音机 吉女仙士心中生祸 但转瞬间就释然了下来 等明年公子与 将大明的江山交出来后 入主皇宫的要么是东方不败 要么是邀越 而楚清禾作为女帝的男人 自然也可以算得上是皇室的人 可对于这一切 红七公却不清楚 但听着楚清禾此刻所言 红七公却是脸色微变 片刻后 红七公摇了摇头苦笑道 没想到 这一次我丐帮不单单是招来了大元 竟然还引来了大明 将红七公的反应收入眼中 楚清和徐徐道 虽说各国的江湖以及朝廷 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到底还是会在明面上 保持精卫分明 究其原因 便是因为这样的举动 带来的好坏参半 丐帮在大宋国经营数百年 这几十年内在 红帮主和乔兄的带领下 更是深入民心 深受朝廷和百姓爱戴 只可惜 丐帮本意虽然无措 甚至所作之事 也为立国立民偏偏失了分寸 再加上大宋国雷弱 朝廷无能 丐帮这数百年积攒下来的美誉 却变成了大宋国最大的弱点 红七公叹了口气道 匹夫无罪怀必其罪啊 随后 红七公看向楚清和道 不过既然都是引狼入室 赵公子觉得老叫花子 为何要倾向于让大明入主大宋国 而非是让大元入主大宋国 楚清和声音平淡道 其一 大元国马他大宋之后 目的为占领大宋国 扩大领土 而在下所要的 并非是要让大明入主大宋国 而是想要让大宋国换一个主人罢了 而大宋 依旧是大宋 同样也是汉人的大宋 百姓也同样是大宋的百姓 并且朝廷 也不再是那些昏庸无能之备掌控 其二 大元国一旦进入大宋国 不但江山一主 就连大宋国的江湖 也同样会出现巨大的变故 像摩斯公 密宗这样的势力 必然地位高涨 而在下掌握这大宋国之后 却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第三 大元国利用完盖帮之后 作为大元国 捅向大宋国的刀 丐帮立刻会变成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到时候 丐帮美誉不在 只会留有骂名 这也是数十年甚至百年 都不一定会能够有任何改变的事情 在说完这一些后 楚清河便未继续 而是拿起装酒的杯子 徐徐地喝了起来 少请 对面的红七公方才开口道 既能够保住这汉人的江山 亦能够保证大宋未来免于战火所扰 还能够保证丐帮的名声 赵公子给出来的这几个理由 老叫花子 的确是很难拒绝啊 只是 红七公话语一转道 老家花子不明白的是 赵公子既然说 不准备让大明国入主大宋 那丐帮对于赵公子而言 又有何作用 楚清河轻轻笑了笑道 不同的时候 看到的东西不同 对于大元国而言 丐帮的作用 是帮大元国 打开进入大宋的国门 对于在下而言 丐帮的作用 则是用于治理大宋国所用 毕竟百年积弱 大宋国 已经是烂到骨子里了 但要论对大宋国的了解 放眼大宋国 谁能够比得上 聚集了千万乞丐出身的 丐帮弟子 将楚清河这话收入耳中 红七公像是察觉到了 什么事的开口道 看样子 公子对于这大宋国 势在必得呀 楚清河轻轻笑了笑道 也算不上势在必得 只是运气还算不错罢了 见此 红七公问道 既然公子此前 便有心想要将丐帮收入囊中 缘和此前放任乔帮主 脱离丐帮 又为何任由大原国的人 将丐帮的人抓走 楚清河摇头道 刘言飞宇这东西最是伤人 即便是将乔兄继续留在丐帮 以后依旧不免被刘言飞宇所扰 时间长了 人心分离 这丐帮 乔兄到底待不住 既然如此 在下又何必强人所难 非要让乔兄留在丐帮之中 说着 烧盾之后 楚清河继续道 另外 之前姓子林里面那杯苏清风的毒 并非是由大原国的人下的 毒药传来的方向 是属于丐帮弟子里面 听到这话 红七公和乔峰皆是面色一变 红七公神色凝重道 赵公子的意思是 丐帮里面有人投靠了大原国 楚清河恩了一声后 轻声道 所以 在我看来 大原国将丐帮带走 也并非完全是坏事 毕竟现在的丐帮龙蛇混杂 藏污纳会 借着这一次大原国的事情 前辈倒是清理掉丐帮的蛀虫 面对楚清河这一番解释 思绪流转间 明白了楚清河话中意思后 红七公不禁感叹道 借他人之手行 自己便利 赵公子当真是好算计啊 对此 楚清河轻轻笑了笑道 红前辈现在可还有其他疑惑 红七公摇头道 老叫花子能够问的 已经问完了 不该问的 老叫花子也没多少兴趣 在和红七公谈完之后 楚清河转过头看向乔峰道 乔兄接下来有何打算 此时的乔峰尚且还沉浸在 方才楚清河与红七公交谈的内容之中 未回过神来 在听到楚清河时 还是稍稍正了一下 几夕后 乔峰摇头道 搓脱三十余年 现在乔某方才发现身份不明 现在丐帮之事已经和乔某无关 接下来 乔峰首先要清楚乔某到底是汉人 还是原人 闻言 楚清河点了点头道 那在下就祝乔兄一切顺利了 听着楚清河这话 乔峰点头拱手道 这一次乔某多谢赵公子 若是以后赵公子有任何需要乔峰的地方 乔峰必火速赶往 楚清河也未看清乔峰 而是含笑点头 随后 楚清河看向红七公道 若有事 红前辈可到白小阁传信 白小阁 声音入耳 红七公眼中诧异之色一闪而过 随后点了点头道 好 说完 楚清河徐徐地站起身来 带着几女向着酒楼 下面走去 等到目送楚清和几人所在的马车离开后 红七公才是端起桌上的碗 一口气将里面的酒灌入腹部 然后长长地叹了口气 没想到 在这大明国皇室之中 竟然还有这样的人物 到底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不得不服老啊 乔峰看向楚清河几人离开的方向 同样是面带唏嘘道 看样子 以前的确是乔峰坐井观天了 对于乔峰的感叹 此时的红七公却并未回应 只是回想着 方才和楚清河交谈的内容 红七公微微皱了皱眉 心中却是忍不住 多出了一些担忧 就方才和楚清河对话下来 对于楚清河的心思 红七公都是叹为观止 而让这样的一个人 掌握了大宋国江山 红七公也不清楚 到底是服事货 可想到丐帮 红七公又是忍不住摇了摇头 片刻后 伴随着楚清河几人所在的马车 从这性理阵里面驶出 没有了外人在场后 莲星第一个询问道 姐夫你是真的准备 也将大宋国抢过来吗 面对莲星所问 楚清河诞声道 算不上抢 不过各凭手段罢了 确定了楚清河 真的想要将这大宋国也拿下后 吉女 军事面露亚然 去飞烟不禁问道 公子你之前 不是对这大宋国的兴趣不大吗 怎么现在忽然间 就又对这大宋国的江山有兴趣了 闻言 楚清河没好气道 之前条件不够 自然没多少兴趣 现在不是有人主动将丐帮送上门来了吗 听着楚清河这话 水母音机不解道 不过一个丐帮 作用竟然大到这种程度吗 对此 楚清河摇了摇头道 事实上 想要得到大宋国的天下不难 若是想要得到皇位 大不了偷偷地进入到宫中一趟 然后悄无声息地 将皇宫的高手和皇帝解决了便士 最难的地方是如何掌管天下 说着 顿了一下后 楚清河继续道 这大宋国不比大明 可以说完全算是一个烂摊子 江湖之中 不但有北少林这样的顶级势力 朝廷之中更是迷乱不堪 整个大宋国可以说已经属于千疮百孔 不再其位不谋其政 既然想要当皇帝 考虑的就是 这黎民百姓和整个国家 以邀越和东方的性子 要么不当这皇帝 要当就要当最好的 但这里国家本身就不是容易的事情 面对东方不败或是邀越 朝中的那一些臣子 就是一个最大的麻烦 除非是像大原国那样直接攻打 然后改朝换代 一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否则的话 想要接管这大宋江山 谈何容易 其他不说 单单就大宋国那些朝臣 处理正是不行 但欺上瞒下 却是最为擅长 而现在 对外 有大原国帮忙应对北少林 扫平了江湖的障碍 对内 有着丐帮这样 弟子数量庞大到 足以覆盖整个大宋国各个州线的势力 不管是作为眼线监察全国的用处 还是用作煽动舆论造势 都可以发挥出极大的作用 可若是能够掌握丐帮 对于掌管整个大宋 以及治理大宋 都有着不小的帮助 难度可谓大大的降低 随着楚清禾将这一些 给吉女解释了一遍 吉女方才明白 楚清禾为何会看中这丐帮 忽然 怜心不解道 但这一些白小格不是也能做到吗 听着怜心所问 楚清何美好气道 他人的势力和自己的势力能一样吗 文言 怜心挠了挠头也对 说着 楚清何清笑道 不过之前 没料到运气会这般好 能够顺便 碰上这一次 盖帮举办盖帮大会 现在又遇见了88亲自到来 让我有了能够说服洪七公的理由 若只是寻常看个热闹 楚清禾在之前察觉到 杏子林里面有人下毒的第一时间 给乔峰和洪七公知会一声变形 哪里还需要等到赵敏等人出现 不过 想到今日的事情 楚清何心中也是想笑 所以说 运气这东西好了 挡都挡不住 本身楚清何对于这大宋国 并没有太多的想法 可谁让运气好 跑到杏子林这边来采点药 竟然能够碰上丐帮大会 而且还遇见了大元国的活佛88 得知了接下来大元国的打算 成功地将88给要了后 接下来大元国那边 便再无让楚清禾 需要过多忌惮的事情 若是接下来 大元国针对北少林这边事情 如楚清禾方才预料的 几种情况一样 这大宋国的确是能够唾手可得 到时候 大宋国以及大明国两个国家 东方不败和邀越 正好一人一个 也少了一个打架争吵的理由 想着 楚清禾不禁心中轻叹 忽然间有些明白 为了这个家操碎了心这一句话了 旁边 在明白了楚清禾这心中的想法后 连心不禁感叹道 姐夫真的好贴心啊 随时随地都在为身边的人考虑 也不知道 以后会不会这样对我 想着 连心看向楚清禾时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目光逐渐痴迷 同一时间 注意到连心看着楚清禾痴迷入神的样子 水母阴姬眉头轻挑 将连心现在看待楚清禾的样子看在眼中 水母阴姬不禁再一次有了一种熟悉的影子 毕竟 当初的自己甚至现在 也如同此时的连心一样 看着身旁这一个男人 能够看得忘乎所以 嗯 不过 就在这时 水母阴姬忽然脑中一闪 不对 二姐是连心的亲姐姐 当初我看见清禾的第一时间 二姐便能够看破我的对清禾的企图 不可能看不出连心的企图 所以说 这一次 二姐让连心跟着我们一起出来 就是故意让连心多和清禾接触 打下感情基础 若是在家中 一旦连心表现出对楚清禾的心意 东方不败说什么 也不可能同意 让连心以姐妹的身份 进入到楚清禾那院子里面 但若是出门在外 身边仅仅只有自己的话 就会顺利太多 要知道 因为当初自己 便是在腰月守家的时候 趁虚而入的 有着这一份情意在 再加上连心此时的表现 和当初的水母阴姬 尤为的相似 若是水母阴姬 阻拦了连心和楚清禾在一起 腰月那边则会不喜 甚至于之前 自己维持的乖巧 也不会不攻自破 而且 一旦连心成功变了身份 住进楚清禾院子里面 东方不败要追责的话 自己肯定要负主要责任 东方不败 也怪罪不到腰月的头上 即将连心送到了楚清禾身边以后 姐妹联手 同样还避免了被东方不败 再抓住把柄嘲讽 不单单如此 一旦连心也到了楚清禾院中 即便是腰月 在宫中处理事物 也能够通过连心了解到 楚清禾这院子里面 每天发生了什么 可谓是一旦三鸟 想到这里 水母阴姬 清吸了一口凉气 果然 以前小乔二姐了 比起大姐而言 二姐才是最阴险的 那现在问题来了 自己是阻拦呢 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心思流转间 此时的水母阴姬脸上 忽然感觉惆怅了起来 这一个惆怅 倒不是因为连心的问题 更多的是因为 水母阴姬发现 自己想要成功上位 难度比起以前想象中的还要大 而且 东方不败和腰月都这般聪明 以前水母阴姬的许多构想 只能作罢 得要从长记忆才行 不过 看连心现在这保守的样子 好像还没理解 大姐让她跟着我们出来的真意 若是做一个顺水人情 暗中将她拉到我这边来以后帮我的话